我要打掃的时候 我就用 万用跟古堡的黑皂液 我会先用这个 然后我再用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是在做最基础的 然后我想要先不太伤地面的方式 先去做整理 而且这个也蛮快干的 对它很快干 我一开始我是 因为它是可以浓缩 大家知道黑皂液其实是非常万用 它可以洗衣服 洗碗 洗鞋子 洗白鞋子 对 然后它是不伤材质 它是很天然的东西 其实因为它真的很万用 就是不只刚刚讲的 可能地板清洁 如果说你厨房 其实真的重油污啊 很脏 其实这一罐真的 它可以帮你清得很干净 然后像小孩的运动服 真的已经脏到 已经像是那种白色鞋子 然后都很脏很难洗的话 你就是其实用黑皂这一罐 就是它其实可以洗得很干净 像是一些锅子 它真的已经是 底部已经很难 对 已经非常非常难清 其实你可以如果有些人 它是会用大火 焖煮一些东西 它的锅子不是会有那种油油 然后黑黑的 对 其实你就可以 铺厚厚的一层黑皂堡在上面 你铺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你再清 你会发现就是它真的效果会很快 尤其是像电锅 因为你电锅用了一阵子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很脏 黑皂它也可以把它清得很干净 而且黑皂因为它其实是皂 所以其实它非常的温和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真的是不会伤你的手 也不会伤那些 你的家具啊 物体的表面 所以其实它真的很推 对 它是一个家具备用 对 然后有在 有在擦地板的人 其实它那个干的速度是蛮快 可以做很多用途啦 就是我自己洗起来我觉得 清洁很方便 又很快速有效 就是黑皂 我们下期再见